景气不好 为了帮助经济弱势的民众 也能有顿温饱 开始出现了一种待用食物 也就是由其他顾客预付钱 提供给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免费享用 在新竹清华大学 就有一个不同于一般的 待用咖啡馆 来到这里 你可以享用免费的咖啡 水饺 还有清大梅圆的酸梅汁 但是呢 你得先说出 你的梦想计划是什么 请问你们这边有沙盘咖啡吗 为什么你想要享用沙盘咖啡 你要做什么用途 你没有听错 想要喝待用咖啡 就得经过咖啡店关注的 一问一答 不过这可不是简单问答 客人首先得提出自己的梦想 因为这里的待用咖啡 成为梦想沙盘推演咖啡 我们所提供的 suspended coffee 水饺跟酸梅汁 那我们又定名为沙盘 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来这边 做沙盘的推演 讨论一些公益梦想 然后对社会的友善的行动 或者是说在思想可以启蒙 那希望不同系的同学来这边 可以互相的共学 清华大学首创全国第一家 沙盘咖啡 教授们抛砖饮浴 希望打造一个地方 让有梦想的学子们 在这里逐梦推演 当年轻的朋友 他们想要去追求梦想的时候呢 他在这里他可以体会到 有一群人是跟他怀有同样怀抱的人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重点还不是说他在这个地方 可以喝一个免费的咖啡 他知道有一群人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很希望 有一个世代的人呢 不只是捐钱 他能够捐出时间 捐出他的人脉 捐出他的点子 能够跟年轻的人一起往前面 这个去追寻大家的这个梦想 没有想过原来这样待用的机制 也有就是就是可以实现一些 比方说团体互动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以及一些社会性的可能 我接受到一个陌生人的帮助 我去帮助其他人 对以后如果在社会上 有成就的时候 对他希望的是 那个分享的心 鼓励学子追求梦想 不再是单纯的一杯带用咖啡 而是可以有更多的共同分享 新大沙牌咖啡 共一梦想起飞 新唐雅开电视 所志成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